我想我其实真的就是跟主持人有讲过 就是我真的不会讲的太久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确实觉得 其实好多问题的答案的获得 是通过意见交换得来的 不是这种什么 这种lecture这个方式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通过 就是大家要有问题啊 尽我所知 我有些理解回答 然后跟对有些交流 这个可能比我单纯的去讲更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现在住在台北 然后我教书在新竹 其实相当的北部 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南部的台湾是非常不一样 那我来南部机会其实不是特别多 那我觉得也是很真 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我也很想听听南部的声音 不仅像正式场这样的老一辈的 包括我看在场也有很多年轻的这种 学生的这种 其实都可以表达 其实我个人对南部的声音很有兴趣 我这南部的声音跟北部的声音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我其实也抱着这种学习心态了 所以我大概就是等于开一个头 然后我希望留更多的时间 大家有个沟通 那据我讲的题目说民主是两年接点 我其实来台湾已经有 我第一次来1999年 还是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 算是来台湾够久的 十几年 那也见过台湾三个政权轮替 算是看蛮久的 那我自己又来自中国大陆 我当时比较关心 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交流 两岸之间当然大家也看得越来越开放 可是我是觉得 以我观察 就是目前的两岸交流 我认为有三个地方 是非常不够的 是扭曲的 这个也是不利于两岸之间真正的交流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两岸之间交流 我们基本上看到的都是 政府与政府之间 还有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交流 比如说海基会 海协会这种 白手套的政府机构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国共论坛 我们也知道调久 调久的民意区的这种接触 这些统统都是政府与政府之间 政党与政党之间 那我觉得两岸之间比较缺少的是 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接触 非政党部分 非政府部分的这种接触 比如说两岸的非政府组织 NGO的部分 我觉得交流的就很少 台北律师公会好像有过 接待过一些大陆的维权律师 可是比如说像易奕作家这个部分 其实这边的笔会也好 或者这边的文坛接触不多 那包括一些维权运动 那台湾可能见到的他们的人也更少 我觉得这个方面是非常欠缺的 就是公民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接触 那我们这如果是政府之间的接触 这不足以解决两岸的问题 政府本身就是个不好的东西 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不是个好东西 但它是一种必要的恶 就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还是需要有这种坏东西 所以你指望着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接触 能给两岸带来一个公民的未来 我觉得根本上讲就是 逻辑上就错误了 那政党有时候还不如政府呢 是吧 有些政党的界限量比政府更差 那么不管政府还是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人民的利益要怎么样保障 就是需要人民与人民之间直接对话 那么尤其通过公民社会的这样的形式 来直接的这种对话 那这个我觉得是两岸之间非常缺乏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 两岸之间互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目前为止 两岸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包括民间之间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试图在互相说服对方 在我看来这是有问题的 不管政府与政府之间 还是人民与人民之间 大家都试图要说服对方 但我觉得真正的沟通 是要从相互倾听开始的 就是你要真的去理解对方说 他为什么这么去想 而不是说急于告诉对方说 我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 你那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还是这样我觉得双方对双方来讲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沟通 是不是应该先从相互倾听开始 像我现在在 我来台湾教书已经三年了 我分别在郑大 城大 清华 东吴都有教 我在这些教书 我都会办一个辅助性课程叫中国沙龙 然后我们中国沙龙的一个主打的内容 可能有些同学参加过 有些城大的 非常精彩叫统独大便喽 因为我们现在有陆生 像我们在清大办的最大一次 大家知道现在一个有名的叫陈梅廷 他就冲在独派的那个最前面 我叫陈梅廷 我19岁 台湾不独的有不破处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边50多个大陆同学 那边50多个台湾同学 完全面对面 然后把双方的意见都给讲清楚 在那种统多辩论上 我就希望说年轻的学生 你们要学会说 不要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对还是你错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今天你到底想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两岸之间互动 一个很重要的 可是过去从方法论上讲 我觉得这些是有一定欠缺的 那么第三个 我看两岸之间的接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这种互动 太多都是经济层面 或者说几乎经济层面的互动 占90%以上 这不是问题吗 就是两个国家也好 两个社会也好 它怎么能只有经济这一面 它有很多比如说政治的 群体心理的 教育的 甚至很多比如说医疗 卫生等等 其实是有方方面面的 可是大家想想看 以你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 是不是基本上全集中在经济这个 当然大陆对台湾的了解 更是完全不足 那现在陆生来了 慢慢开始扩大一些眼界 以前的了解更完全是在 就是以前对台湾的了解 除了阿里山日元坛之外 就是在立法院互相扔杯子之类的 大概就是因为宣传的结果 就这种了解的范围 我觉得是非常单一的 尤其是表现在台湾这方面 主要是经贸交流 那么我是认为说 应该加强文化方面的交流 也要加强 比如说我在台湾待久了 我比较能够了解到说 在台湾的文化养成的背景中 日本文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越往南部越南地够感觉到 甚至包括在今天的社会构成上 都有日本原来的土制的影响 可是你要知道 对于我们大陆的同学来讲 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经过 过去对台湾的了解上 也没有经过就是 日本在台湾殖民那段历史 但是很难去了解 所以他们都会以为说 这边就全是中华文化 我们很多大陆的朋友 就算是自由主义